中国航天 另外还将启动哪些新的航天重大工程 是未来想实施的这个升空探测工程 包括四次重大任务 一次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2020年左右 我们要发射首次火星探测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规划了 第二次火星探测任务 在未来我们要进行火星表面的采样返回 进行火星的这个构造 这个物质成分和火星环境 等等这一些科学分析与研究 还有两次动务 一次就是要进行一次小行星探测 第四次任务呢 我们规划了一次木星及行星的探测 我们航天有一句话 发展航天火箭要先行 发展火箭动力要先行 我们要先把这个未来重型的 这个大推力的这个火箭发动机 要提前攻关 为我们工程的实施 创造条件 这里计划 这个重型运载火箭的首飞时间 是2030年左右 以上 以上 实际上 今天的基金 也计划 了解